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车这块地方油漆起泡了 起泡了 然后来4S店他说是我们做过油漆的 然后那个油漆起泡了 我们是没有做过 然后当时是给我们免费补了个漆 免费补了漆 我以为是那种原来车的油漆 那个质量不行或怎样 那就算掉了 陈先生介绍 当时油漆起泡的位置 是车子右后门上的门框这里 因为问题比较小 也没有在意 我老婆原来在这里是贴了卡通的贴纸的 昨天把贴纸撕掉的时候 发现露出了那个膩子 那我知道那个膩子肯定是 那个车门有可能扳过筋 然后补过油漆 我和我老婆开车没出过事故 也没有补过油漆 然后我怀疑这辆车原厂它就有补过漆 质量有问题 陈先生的手机里存着当时车身贴了卡通贴纸的照片 他介绍 当时家附近一家汽修店的师傅帮忙把贴纸撕下来后 车子右后门这里露出了两块白斑 尤其是车门下面边缘这块面积特别大 经过师傅确认 这两块白斑就是用于补漆的逆子 从这个油漆工艺来说 这绝对不是4S店的工艺 为什么 从它这里原子灰之后 做出来之后 它没有做底漆的 如果是在我们4S店做 不管是马自达品牌还是别的品牌的4S店 它肯定要做底之后再补色漆 再喷清漆的 从这个东西来看的话 它这个质量是比较粗糙的 它直接是原子灰上面直接喷上色漆的 原子灰是什么东西 逆子 通俗来说就是逆子 陈先生说 两口子都从来没有把车开去补过期 4S店的周经理介绍 去年车门门框上油漆起泡的事情 维修师傅当时是怎么说的 现在无从查证了 但目前从车门上这两块白斑的补漆工艺来看 不太会是4S店的工艺 客户是从19年的5月做过保养之后 那么再次回电是2020年的5月再次回厂 有一整年的时间是没有回厂过的 就是有一年没在你们4S店做保养 是的 就是那一次没有做嘛 就是它是半年保养一次嘛 就那一次就中间嘛 中间一次没做保养嘛 高厘数开的也不多 对 到现在为止3万公里 陈先生介绍 他 妻子以及岳父各有一辆车 这辆马自达主要是妻子在开 4 5年只开了3万公里 去修理厂也只是去洗车 车子从来没有在修理厂保养和过夜 我现在想一个查一下这辆车的保险记录 然后一证明没有走过保险 我想看一下这辆车是不是展车 是不是那个叫试驾车 没有 试驾车都会告知的 能不能查这辆车 你们4S店有没有这种记录可以查 是不是试驾车是不是展车 没有的 没有记录可以查 只是说这个车出来什么时候生产的 什么时候销售的 这个是可以给你查的 车上的名牌显示 这辆车是2017年5月生产的 陈先生是当年6月份买的 4S店的周经理介绍 这辆车到店后就停在库房 没有当成展车 至于试驾车更不可能了 因为试驾车是必须上牌的 陈先生可以去车馆所查 在记者的调解下 原本整扇车门坐油期要1200 周经理表态可以打5折 但陈先生拒绝了 他认为这不是钱的事 是想问个明白 既然时间太久 说不清楚也就算了 至于车子油期 他不打算在这家4S店坐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是的 好 瓶子旦 在试驾车 好 越京都 嘲 rix